那你希望统一吗 我愿意啊 前提是要让中国人 获得跟台湾人一样的待遇 比如说我们健保跟台湾人一样 然后我们也可以选自己的这个县市长 包括总统也可以自己选 并且要由中华民国来统治大陆地区 这样我是完全自治统一的 台湾人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你们到底想不想统一 香港澳门都回归了 而且他们也是自治 人均也很高 那你们为什么不愿意 其实台湾是有一部分的人很愿意啊 那在台湾如果主张自己 想要跟中国统一的话 不会被寻衅支持什么 不会啊那是他们的权利啊 因为他们觉得台湾很特别 所以中国一定会有特别的优待 那你希望统一吗 我愿意啊 前提是要让中国人 获得跟台湾人一样的待遇 比如说我们健保跟台湾人一样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选自己的这个县市长 包括总统也可以自己选 并且啊要由中华民国来统治大陆地区 这样呢我是完全支持统一的 但是我想现在中国提出来的这个统一啊 应该跟我说的不是同一个概念 可能那些支持台湾统一的台湾人啊 就像刚刚福山太太讲的 他们觉得台湾很特别 中国一定会给特别待遇 比方说制度不变之类的 这种东西还要吗 比如说统一了以后制度不变 那我们不需要统一制度也不变啊 中国的统一呢就是我现在把你的东西全部夺走 然后给你一点东西 哦 那还比较谢谢中国 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将得到充分的尊重 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 宗教信仰和法权益将得到充分的保 我们这里有一个观众 他说有没有可能有两种品牌的手机 他们是可以共存的 没有说谁绝对比谁更先进 有没有可能有两种社会制度 他们也可以共存的 没有说谁就绝对比谁更优秀 睁开眼看看习近平今年接见过的国家领导人 有几个是社会主义国家 地球上也没剩几个 他说大陆小学生都能明白现在是多元社会 评论区的人应该也能明白吧 他是不是影射习近平是小学生 天天播什么习思想 入脑入心入魂 这还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还多元共存 他说的共存是指只有共产党的生存吧 其实讲到共存也并不是没有先例 香港曾经跟中国也是两种制度共存的 主要是后来不小心发生了一点点意外 如果能够杜绝这种意外的发生 两种制度的共存倒也不是不可能 1984年邓小平提出 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香港是自由港 世界上的许多争端 用类似这样的方式解决 他认为这是可取的 否则僵持下去就会爆发冲突 甚至无力冲突 他承诺香港人可以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现在有的资本主义生活的方式 可以50年不变 其实他还说50年以后也不变 但那不重要 该方真的还被载于中英联合声明 你知道邓小平吗 我知道 他当时是你们国家主席不是吗 他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他有坦克啊 哦有坦克有坦克 坦克比较好用 因为有缔结契约了 所以香港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监督 即使他加入了中国 他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政治制度 香港也有自己的宪法 叫做基本法 所以是保留了香港的法治体系 他们有自己的货币 有自己的护照 而另一边的中国 则是继续实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治制度 刚刚说发生了一点点的意外呢 即会抗议这些东西 台湾人应该觉得很常见吧 很常见啊 日本这边也是常有的事 但是那头两百斤他就受不了 我们两百斤是罪恨人民有自由的 这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整个立法的过程完全没有公开 蛤 这样子也可以生效哦 他有坦克啊 哦有坦克 坦克比较有用嘛 对对对坦克很有用 可是不是当时有契约吗 对 这个国安法的内容不仅是跟香港自己的基本法是有冲突的 而且还违反了前面提到的中英联合声明 就是签的那个契约 事实上是违约了 但是呢有人讲说 当时签的那份契约 其实就是跟租屋合约是一样的 到期归还以后就没有了法律的价值 你看现在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明显被改变了 连唱首歌都能危害到国家安全 对啊 好扯哦 连歌都要被禁 你看在台湾什么穿五星红旗都没有问题 那些人都没事 都没事 在你们中国要尽东尽西的 香港人本来是应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的 但现在好像这个权利丢掉了 就像刚刚讲的 一部分的台湾人支持接受阿恭的统治 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利去行使自己的这个主张 只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未来他们表达自己诉求的方式 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都有可能是不正义 比方说在刚刚过去的香港反送中四周年的时候 有一个观众就跟我交流 他说个人觉得当年反送中的那时 有些地方有点过了 你要去攻击代表中国的公家机关无所谓 但是对于和自己一样的平民 去干扰生活甚至物理攻击就真的超过了 你有要自由的权利 别人也有愿意接受暴政的权利 这个人到底在讲什么啊我的妈呀 他主要质疑的就是说香港人在抗争过程当中 干扰了不想抗争的人的正常生活 接受暴政只会破坏人权 但是跟生计没有关系 就好像台湾人也有不想抗争的权利 接受被统一顶多是失去人权嘛 什么叫顶多失去人权 我到底听了什么 当时我看他这样我也很生气嘛 所以我就忍不住跟他聊起来 就好像邻居被抢劫了 邻居在抵抗劫匪 你不去帮他就算了 还说邻居跟劫匪打斗 吵到你睡觉 那劫匪抢完邻居之后就会抢你 你一样睡不好觉嘛 对啊 不过我平静下来以后 我是可以理解他的 你想想嘛 中国既没有人权也没有法治 到目前为止 不也还有十几亿人活着吗 顶多就是中国人认为 活下去就是一种信仰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如果香港这个诉求换做台湾的话 那台湾政府会怎么处理 台湾政府的话会把法案撤回 研议完了再报告给人民 这样就不会造成抗议事件扩大 政府不做当然会出问题啊 所以台湾没有坦克 没有 台湾也是有坦克 但是台湾不会用在这个地方 目前为止的 还没有出现过坦克 而且不可能会出现坦克 所以都是在事态升级之前 政府就已经妥协了 对 那看来是没有像香港那样 以习近平思想去推进法案 什么叫习近平思想啊 习近平思想的精髓就是既要又要 比方说他在谈到环境保护的时候 他就说过 既要金山银山 又要绿水青山 宁可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 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个逻辑把下面的听众都听呆了 我也听呆了 他也搞得我好乱 这个比我们那个塞子玉冠 还要难懂多了 习近平思想既要又要的精髓嘛 不像你们台湾说什么政府妥协一下就好了 世界上没有这种既要又要的东西 可是你们习近平不是都说中国人不杀中国人了吗 那国民党是怎么到台湾 对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香港在反送中期间 有香港黑警扮演示威者 煽动示威者暴动 再将那些真正的和平的示威者 打倒在地 还把他们抓起来 也就是说不管你去抗争抗议的人 到底有没有做坏事 政府也是有办法让他们这个抗议的行为变得不正义 简单来说就是你抗议政府就是暴徒 有一位观众总结的很好 他说打你叫做执法 你防卫嘛叫抗法 你反抗叫暴力抗法 你正当防卫叫做故意伤人 他故意伤人叫做正常执法 你提出疑问就是颠覆国家 你上网叫做散布谣言 你喊冤就是不稳定因素 在中国其实这个是我很有体会的一件事情 我的妈呀 这到底是什么鬼国家 他说能在这种鬼地方活下来就已经算是奇迹了 所以我刚才说 能活下去就是一种信仰 这是我能感同身受的理解的东西 你说台湾人有支持统一的权利也好怎么样的 是有选择才有权利 就好像有人说我们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当你使用这个权利的时候 你是没有复活的机会的 因此如果说你拥有让台湾跟中国统一的权利 前提是你的这个选择的权利不能丢 就是我今天可以选择跟你统一 但是几年下来以后 我觉得好像没有过得很爽嘛 我也可以选择我再给你分开 对 这就没有问题了 就像英国偷欧一样 对吧 我可以加入我也可以离开 对 透过香港的遭遇 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是 那些支持加入中国的台湾人 如果还想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 那就必须要找到比签契约 或者是让阿共口头给你承诺 更有效的方式 否则你虽然有主张加入中国的权利 但这份权利最终一定会变成 你放弃权利的权利 而且现在中国已经有人觉得 台湾的选举已经不能代表台湾民意了 蛤 这位观众说啊 设想一下两个政党 假如一个55%选票当选执政 另一个45%选票落败 这个胜选的政党就能代表民意了 毕竟有45%的人是执不同政见的 人数众多哦 除非是以80-90%的选票当选 这样才有说服力 对啊对啊 就是你们那个百分之百的那个 全票通过 对全票通过 那样才有说服力 对 就没有人不同意 笑死人了 其实民主的选举表面上是好像划分人群嘛 那实际上是在求疼 投票的方式会让候选人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 然后去满足更多人的利益 就是选到最后 其实大部分的政见双方都应该是差不多的 分歧不会很大 没有人讲过民主制度是最好的 而且每个民主国家 它的制度都有一点不一样 民主是起源于西方全人类共同的价值 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网站上贴的 蛤? 但是他们讲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样 民主虽然不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没有民主选举 就只能是谁有坦克谁胜选 对 那说到坦克我就想到台湾人加入中国 但是不丢失权力的一个重要条件 就这样有坦克吗? 除了有选票以外 还需要有能力防止反对党 用他们的党卫军来取得权力 这样才能保证现有的制度继续延续下去 让台湾人还能用选票去解决问题 也就是刚刚讲的 我可以选跟你统一 过几年过得不好 我也可以选择跟你分开过 香港本来也是有自己的政治制度 有它自己的基本法 而且你知道吗 香港人如果要办护照方面的事情 中国的领馆跟签证中心不管 蛤?那他要去哪里? 要去香港的一个什么部门 就感觉这个时候怎么又独立了 对啊 这个时候怎么又独立了 很麻烦 他说其实香港跟台湾是有相近的地方 不一样就是台湾有国军